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报告 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培自闭症基金的关注自闭症学童大使郭善利 欢迎来到奥帕学校 一间专为自闭症儿童而设立的注册小学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报告指出 每44名的小朋友里面就有一个是幻想自闭症的 而在香港教育局的数据显示 2020-2021年度 在主流学校就读的自闭症学生人数 上升至11,870名 所以自闭症的普遍率是不容忽视的 爱培自闭症基金开展教育服务的目的 是希望自闭症小朋友有一间专属的学校 完全设合他们的需要 帮助他们发展潜能 不如跟大家看看在奥帕学校 小朋友上课的情况 奥帕学校推行高师生比例的小班教学 老师可以更容易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 制定高度个人化的课程 除了一般中、英、素的学术科目 还会教他们语言沟通、情绪管理、社交等等的技巧 而且帮助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 为了令到学生有多元化发展 奥帕学校也提供了一系列课外活动 设有多用途活动室 给学生上画画堂和音乐堂 还有图书角和活动区等等的设施 提高他们的学习动机 发掘他们的兴趣和潜能 我今天还和他们一起做运动玩游戏 我真的觉得他们天真很活泼 而且又听话又主动 和他们一起玩真的很开心 奥帕学校也很重视社区训练 例如老师会带学生外出体验 感受日常生活 例如学习过马路的规矩 环保知识 废物回收 和如何在便利店买零食和店员沟通 拉近和社区的距离 我们今天还一起去体验了农夫的工作 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和性格 和他们分组一起种茄子 整个过程里面他们都学会 如何分工和植物的生长 他们都非常投入 之后就要靠他们继续定时淋水 让茄子肥肥不白 等着看你们的收成 今天来到奥帕学校体验了一天 我觉得老师有爱心之余 他们的教学方式也很特别 和很贴合每个自闭症学生的需要 原来有合适的教学 自闭症的小朋友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 可以帮助他们发挥所长 以备之后升学 而且融入社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